霍香 学名为Pogastomonkabalin 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属于纯形科 以下是关于霍香的一些相关资讯 外观特征 霍香植株一般高度约60到90厘米 叶子呈长圆形或卵形 表面光滑 有薄荷状香味 花朵呈白色或淡紫色 生长在花莖的顶端 呈碎状花絮 生长环境 霍香原产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 现已广泛引种到世界各地 它喜欢生长在温暖 湿润 阳光充足的环境中 适应性强 常见于山坡 田间地头 草地等 用途 药用 霍香在中医药中被广泛应用 其叶子和根部被用作药材 霍香具有清热解毒 去湿散寒 行气止痛等功效 常用于治疗感冒 肠胃不适 风湿痛等症状 霍香也常用于香料和精油制作 食用 霍香叶子具有一定的香味 可以用作调味料 增添菜肴的香气 在东南亚地区 霍香叶子常被用于制作传统菜肴 如泰国的咖喱等 其他用途 霍香也常被用作观赏植物 其具有美丽的叶子和花朵 在庭院 花坛中可以起到装饰作用 美化环境 总的来说 霍香是一种具有要用 食用和观赏价值的植物 叶子和根部均可用于药用 叶子还可以用作调味料 使用霍香药物时 需要遵循医师或中医师的指导 避免滥用或产生不良反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